同学们好,欢迎大家走进道德与法治课堂。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多彩的世界文化。 一提起文化,许多同学都感觉到世界各地的文化都不一样啊。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其中的奥秘。 下面我们先来进入活动一,感受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的多样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看看从同学们旅游经历的分享中,你有什么发现? 有些同学先和我们分享了旅行中拍到的建筑。 有泰国的甘兰市民居,有威尼斯的水上城市,有俄罗斯的木科冷。 还有冰岛的冰屋,非洲的牛粪屋,印第安圆椎帐篷。 还有日本的木屋,荷兰的风车屋,印度尼西亚马鞍形房屋。 看了同学们分享的照片,你有什么发现? 有的同学说,他发现这些房屋各具特色。 有的同学说,他发现这些房屋都建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 有的同学说,他发现建筑材料都不一样。 是啊,这些房屋各具特色,是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先让我们来看这两张房屋照片,和他所处的自然环境。 同学们可以根据降雨量、气温、建筑材料等元素想一想, 哪种建筑适合哪种环境? 通过观察、思考,我们发现, 东南亚的甘蓝室房屋,房潮通风, 非洲的牛粪屋,防晒阴凉。 原来是当地的气温、降雨量、植被等原因, 造就了这些各具特色的房屋。 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族的房屋木颗冷。 传统的俄罗斯族喜爱的木颗冷很有特色, 因当地森林植被丰富, 房屋完全由原木和木板构成, 冬暖、夏凉, 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 有同学说, 他知道因纽特人生活在北极地区, 特别寒冷, 到处都是冰天雪地, 所以他们的房屋也是用冰雪建造的, 能保暖、防寒, 还很结实。 看来, 同学们从刚才的观察分析中已经发现, 建筑的各具特色和当地的气候、 地貌、植被等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 除了这些各具特色的建筑, 还和什么有关呢? 让我们接下来以日本房屋为例, 来寻找答案吧。 请大家看看, 日本民居有什么特点? 看, 有的同学在用学习单来总结日本民居的特点, 这个办法可真好! 有的同学建议用对比的方法进行学习, 请大家一起来观察日本的传统民居。 高2.2米, 用木板构成, 内部没有床。 西班牙特鲁埃尔的房屋, 用石头建造, 高3米以上, 室内的装饰很丰富。 从对比中, 你发现日式建筑的特点吗? 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总结的。 日本民居的特点是结构简单, 材料轻便, 矮层为主。 又有同学提出了新的疑问,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日本建筑的这种特点呢? 有同学查阅了资料, 请你读一读吧。 从资料中提取重要信息, 发现日本经常发生地震和台风, 自然灾害太多。 为了减少伤亡和损失, 日本民居形成了结构简单, 材料轻便, 矮层为主的特点。 日本民居的特点与自然灾害频发有关。 看来, 同学们已经清楚建筑的特点 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系。 学到这里, 同学们已经理解了一个规律, 多姿多彩的建筑是受自然环境影响的。 那么, 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建筑特色呢? 请同学们听听大家的讨论。 娜娜说, 我觉得印度尼西亚婆罗州的马鞍形房屋最有特点, 屋檐像牛角, 向两侧伸展, 高调的指向天空。 当地是稻米种植文化, 水牛是人的好帮手, 所以, 人们很喜欢水牛。 高调的飞檐, 象征水牛的牛角, 也是土著土腾, 表达对勤劳的水牛的赞美, 体现当地朴素的价值观。 西西说, 非洲的牛粪屋, 每一家都门对门, 离得很近, 没有院墙, 每家都不关门, 邻里之间相互照应, 无比亲近。 这种建筑群体现了当地淳朴的民风, 让我感受到非洲独特的风土人情。 牛粪屋上有很多图案, 都代表不同的含义, 是他们的图腾, 体现着当地人的信仰。 现在, 让我们来听听小燕讲述逮家竹楼。 云南逮家竹楼的底层架空, 上层住人, 散热通风, 避野兽侵袭, 下层养家禽, 存货物。 这种建筑体现了当地的生活方式。 关于逮家竹楼, 还有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古代, 逮家有位勇敢的青年, 他一心想给逮家人建一座房子, 让他们不再栖息于野外, 他几度试验都失败了。 后来, 凤凰飞来, 不停地向他展翅示意, 让他把房屋建造成人字形, 有利于雨水流下, 随后又以高脚独立的姿势向他示意, 他心领神会, 终于, 逮家人住上了这美丽的竹楼。 看看, 逮家竹楼中还蕴抢着文化呢, 那就是人们对于勇敢和无私的赞颂呢。 看看同学的学习笔记, 我们发现, 建筑不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还受人文环境的影响, 它与当地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听完同学的介绍, 大家也来谈谈自己的发现吧。 有的同学发现, 许多建筑上都有图腾, 这些图腾都有各自的含义, 展现当地特色的文化。 这位同学对水上威尼斯感兴趣, 认真查阅资料, 提取数字信息, 发现威尼斯由118个小岛组成, 室内有177条运河, 室内平均水深1.5米。 这么奇特的建筑, 是怎么建造的呢? 一位同学查阅威尼斯的历史, 找到了原因, 威尼斯城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公元452年, 当时人们为了躲避匈奴王阿拉提的入侵, 而逃到岛上。 威尼斯人先在泥里打下大木桩, 在木桩上铺上木板, 在木板上再盖房子。 从此以后, 水这道天然屏障, 使得他们世代在岛上安全的生活。 看看同学们的学习笔记, 我们发现, 建筑还受到历史的影响。 有同学说, 非洲人用到处都可以建到的牛粪做房屋, 云南竹子多, 当地人就用竹子做房子, 人们真会就地取材。 还有的同学说, 我发现海风大, 气温低的地方, 人们就会把房屋造得很厚, 这样可以防风保温, 体现了当地人因地制宜建造房屋的智慧。 通过学习, 我们知道了, 各地的建筑特色都体现了人们的智慧, 每一种建筑都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了。 通过以上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 各具特色的建筑是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慢慢形成的。 看完了各种各样的建筑, 下面让我们去看看, 舞蹈的多样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看看这些照片, 有西班牙斗牛舞, 奥地利华尔兹, 俄罗斯梯塔舞, 苏格兰凯利舞, 说一说, 你喜欢哪一种, 为什么? 有的同学说, 我喜欢西班牙的斗牛舞, 男扮的动作刚劲威猛, 给人一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概, 女扮英姿萨爽, 舞姿迷人, 表达西班牙人对自由的渴望, 对勇敢者的崇拜。 有同学喜欢踢踏舞, 给人的感觉是轻快, 活泼, 节奏感十足, 表演者穿着特别的踢踏舞鞋, 在地板上拍机, 加上优美的舞姿, 形成踢踏舞特有的幽默, 灰鞋, 独具魅力。 有同学看到苏格兰凯利舞照片时很奇怪, 男人为什么穿裙子? 请大家根据下面的苏格兰地形图片, 想一想原因, 帮它解决疑问吧。 有的同学发言, 不仅建筑风格会受自然环境影响, 舞蹈的服饰也会受自然环境影响。 苏格兰山地河流多, 裙装有利于跋山涉水, 所以男人也穿裙装, 这体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又有同学说, 他在欧洲旅行时, 去剧院欣赏芭蕾舞, 还在街上看到人们跳拉丁舞, 大家知道这两种舞蹈的不同吗? 有人说, 拉丁舞的动作激情浪漫富有活力, 自由创造的空间大, 受南美文化的影响, 比芭蕾舞更加热情奔放。 还有的同学说, 芭蕾舞天鹅湖取材于古老的童话故事, 舞蹈动作经过严格训练, 动作要求标准, 芭蕾舞的服饰和舞蹈动作都很高雅, 一般只在剧院演出, 而拉丁舞热情奔放, 在大街上游行队伍中常常见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东方的孔雀舞与西方的芭蕾舞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同学们可以试着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分析的。 这两种舞蹈, 一种源于欧洲, 一种源于亚洲, 不同文化的民族崇尚不同的动物, 天鹅、孔雀都是人们喜欢的动物, 都具有美好的象征, 舞蹈动作和服饰也会模仿动物的特点。 看看同学们的学习笔记, 我们发现多彩的舞蹈还受当地人的审美情趣、 风土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刚刚我们对世界各地的建筑和舞蹈进行了探索, 同学们, 根据平时的经验, 请你想一想, 在服饰、饮食、出行方面, 世界上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表现有哪些呢? 有同学拍的是服饰的照片, 发现阿拉伯国家男人大都穿白袍, 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 女人是黑袍裹身, 戴着面纱, 冰岛的人因寒冷, 喜欢用毛皮服饰来预寒。 有的同学拍的是饮食的照片, 他发现日本是海洋国家, 盛产海鲜, 俄罗斯因寒冷, 喜欢吃牛肉等食物, 来增加热量。 有同学拍的是出行的照片, 挪威寒冷冰炼多, 所以人们常坐雪橇出行, 威尼斯因城市间的水伤, 所以乘小艇出行最方便。 很多同学都有记旅游日记的好习惯, 他们在日记当中记下自己的见闻和感想, 下面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吧。 看看从旅游日记中, 我们能不能发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是东东的日记, 他拍的印第安的服饰真是美极了。 他把印第安的英语观, 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做了细致的分析, 发现印第安人通过服饰来表达追求, 不怕困难, 崇尚勇敢。 英语观上的每根羽毛, 都是鹰、雕、尾部的长语做成的, 过去战士们带英语观是代表着取得战功, 每根羽毛都代表着他的战绩。 观上的羽毛越多, 他的功劳就越大, 越受人尊重, 体现着印第安人的审美情趣和传统文化。 看看小燕喜欢拍食物, 她的日记中记载了提拉米苏的故事。 一个意大利士兵即将奔赴战场, 可是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爱她的妻子把家里所有的饼干、面包全做成一种点心, 就叫提拉米苏。 每当这个士兵在战场上吃到提拉米苏, 就会想起她的家。 小燕还查阅了中国的饮食, 经过对比发现有相同的规律, 中国的饮食中也蕴藏着文化, 如粽子,就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流传下来的。 看来,无论中外, 人们都愿意赋予食物精神内涵, 以此来传承文化。 有的同学记录, 他去过越南和威尼斯等地, 看到那里到处河流纵横, 出行都是乘船, 一座座小桥把街道相连, 真是独具魅力, 体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看看同学们的学习笔记, 我们发现, 多彩的服饰, 丰富的饮食, 不同的出行方式, 同样和当地的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有关。 请同学们仔细地想一想, 除了建筑, 饮食, 舞蹈, 出行, 服饰, 这五方面, 还有哪些方面, 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呢? 有的同学发现, 体育运动也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如挪威人喜欢滑雪, 蒙古人喜欢骑马, 都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其中日本相铺起源于祭祀仪式, 如今整个相铺界有严格特殊的相铺之理, 相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 还有同学说, 美国的摇滚乐节奏感强烈, 充满激情, 而云南的葫芦丝就是用当地的竹子等植物制作, 声音, 板转, 轻柔, 表达云南的风情。 通过上面的学习, 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文化方方面面都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请大家看看这位同学通过刚才的学习总结的学习方法, 擅对比, 找特点, 查资料, 探原因, 见联系, 物规律, 希望大家也能收获这些好的学习方法。 那么, 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 如何更好地了解其他文化? 不同文化之间又是如何取长补短, 相互交融的呢?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活动, 多彩文化相互交融。 请大家观察这些图片, 有文化展览, 有传统戏剧, 有节日巡演。 我们会发现, 中国的文化交流已经走向了世界。 有的同学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 你认为外国人会喜欢中国文化元素吗?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1987年, 他前往哈佛大学深造, 并在哈佛大学成为一名中文老师。 那个是哈佛大学的眼睛读书馆, 我在那儿叫汉语, 复苏是我的中国的名字, 有春天的意思。 妈妈说, 当年选择结婚对象时, 她的条件是, 未来的丈夫必须会用中国筷子。 30年以前, 我的爸爸, 他要看一看, 我丈夫会不会用筷子。 他们的父母也喜欢吃中国饭, 他们开始用筷子很早, 差不多15年以前。 结婚我也穿红很漂亮的衣服, 我们也有中国的特别红的, 这么说Olympians。 好的, 很小的, 很小的, 你记得? 皮尔, 扇子, 膏药, 中国服饰。 在塞尔维亚家中, 带有中国元素的物件随处可见, 这些都是妈妈最爱的宝贝。 你看, 这么漂亮的衣服。 从上面的视频和这些照片中,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 同学们平时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呀? 来说说你的见闻。 有的同学说, 去年, 他去简纸俱乐部看到, 外国人学简纸很认真。 有的同学说, 假期他和妈妈参加国际文化活动时, 发现很多外国人主动学习中国文化。 还有的同学说, 有一次他随爸爸去肯尼亚, 他看到许多人对中国的武师和京剧感兴趣, 很喜欢画京剧脸谱。 随着中国的发展, 许多外国友人想了解中国, 那么中外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如果邀请你来担任文化小大使, 向其他国家的人介绍中国文化, 你会推荐哪方面的文化呢? 提示一下, 可以结合各校的文化活动, 谈一谈怎样做文化小大使。 有的同学说, 他打算教外国朋友练武术, 感受中国武术的魅力。 有的同学说, 他打算教外国朋友武龙, 让他们感受武龙的趣味。 有的同学说, 他打算给外国朋友表演京剧, 讲述京剧文化。 除了学校, 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的文化交流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015年9月27日, 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和平尊。 尊在中国古代是重要的礼器, 图案和文式向世界传达中国人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 图共赢的愿望和信念。 同学们,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特色的公益品, 为什么要选中和平尊呢? 让我们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有人说, 我们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 增进彼此的信任。 有人说, 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 还有人说, 世界文化需要不断的丰富, 才能促进人类更好的发展。 同学们, 我们发现从国家领导到普通学生, 从国际交往到社会活动, 文化都在不断交流融合, 这会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 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理解了文化的多样性, 是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还懂得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 会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 同时, 文化交流不仅使人们 对不同文化的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不同文化取长补短, 共融共存。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